我祝福尔康弥陀佛 我祝福尔康弥陀佛 祂是全能的 祂是前无始后无终的 是极其显著又极其隐蔚的 祂是全知万物的 祂是在六日内创造天地 然后升上宝座的 祂知道潜入地中的和在地中深处的 与天空中降下的和升上天空的 无论你们在哪里 祂是与你们同在的 祂是监察你们的行为的 天地的国权归祂所有 万事只归于真主 祂是黑夜侵入白昼 是白昼侵入黑夜 祂是全知心事的 你们应当信仰真主和实者 你们应当分舍 祂说 不以你们代管的财产 你们中信道而且失学者将受重大的报酬 你们怎么不信仰真主呢 实者号召你们去信仰你们的主 而你们的主 却已和你们缔约 如果你们要信他就赶快信吧 祂将是祂的仆人 许多名正 以便他使你们从重重黑暗走入光明 真主对于你们却是仁爱的 却是质词的 你们怎么不为真主而施舍呢 天地的遗产只是真主的 你们中在胜利之前施舍 并且参战者 在于胜利之后施舍 并且参战者是不相等的 前者比后者品级更高 真主以最优的报酬 应许美派人 真主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谁以善债借给真主 真主将加倍地偿还他 他还受优负的报酬 在那日你将看见男女信誓们 他们的光辉 在他们的前面和右面奔驰 有人将对他们说 你们今日的佳音是夏林祝贺的乐园 你们将永聚其中 那却是伟大的成功 在那日违信的男女将对信道的男女说 请你们等候我们 让我们借一点你们的光辉 有人将对他们说 你们转回去寻求光辉吧 于是彼此之间筑起了一道隔壁来 隔壁上有一道门 门内有恩惠 门外有刑法 他们将喊叫信道的人们说 难道我们不是与你们同道吗 他们说 不然你们自欺观望 怀疑正道 种种妄想欺骗你们 直到真主的命令来临 华贼曾与真主的幽容欺骗你们 过今日 你们与不信道者的罚金都不被接受 你们的归宿是火欲 那对于你们是更相宜的 那归宿真恶劣 难道信使们以为时间还会到 故他们的心不为真主 得教诲和他所降世的真理而柔和吗 他们不可以像以前曾犯天经的人们那样 经过常时期后 他们的心就变硬了 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犯罪的 你们应当知道真主事实 以死的大地复活的 我却为你们解释了许多迹象 以便你们明理 失财的侍女和以善借给真主的侍女 他必定加倍地偿还他们 他们将受优厚的报酬 信仰真主和使者的人们在主那里是虔诚者 是见证者 他们将于他们的报酬和光明 不信正道 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们 是火域的居民 你们应当知道 今世的生活只是游戏 娱乐 点缀 樱垮 以财产和子孙的负责相竞争 比如石鱼 是何苗村长 农夫见了非常高兴 此后何苗哭高 你看他变成黄色的聚而凌落 在后世有严厉的刑法 也有从真主发出的摄幼和喜悦 今世生活只是欺骗人的享受 你们应当争取 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摄幼 和与天地一样广阔的乐园 为信仰真主和纵使者的人们 而准备的乐园 那是真主的恩典 他将它赏赐给他所抑郁者 真主是有红恩的 大地上所有的灾难 和你们自己所遭的患难 在我创造的那些祸患之前 无不记录在天境中 这是对真主确实容易的 以免你们为自己所丧失的而悲伤 为他所赏赐你们的而狂喜 真主是不喜爱一切傲慢者 灵夸者的 他们自己吝啬 还教别人吝啬 毁避义务的人 真主却是无求于他们的 却是可颂的 我去派前我的纵使者 去传达我的许多名证 并像是天经和公平 以便众人谨守公道 我曾创造钢铁 其中有严厉的刑法 对于众人有许多批议 以便真主知道在秘密中 相助他和他的众使者的人 真主却是至刚的 却是万能的 我却派遣奴赫和伊布拉辛 我以预言和天经赏赐他俩的后裔 他们中有遵循正道的 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悖逆的 在他们之后 我曾继续派遣我的纵使者 我又继续派遣 卖的言之子儿子 我赏赐他影子里 我是他的信誓们 心怀忍爱和慈悲 他们自创出家制 我未曾以出家制 为他们的定制 他们创此制 以求真主的喜悦 但他们未曾切实地遵守他 故我把报酬赏赐他们中的信道者 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悖逆的 信仰而塞的人啊 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应当信仰他的使者 他就把他的恩惠加赐给你们 他就为你们创造一道光明 你们将借那道光明而行走 他就奢佑你们 真主是制赦的 是制辞的 以便承受天机的人们知道 他们简直不能操纵真主的恩典 并且知道 凡恩惠都是真主的掌握之中的 他要赏赐谁就赏赐谁 真主是有恒恩的 我刚才想到他